198. 台灣《蘋果日報》 未成年全裸併事業日本收發開佛光澤李衛全期寫真禁賣 2015年7月18日外星爆掛 13美體瘋傳黃宜民 黃宜民綜合報導42歲日本影后光澤李衛 24年前推出全裸老毛寫真集Santafel 熱銷155萬賊 日本去年修正義同色情禁止法 若持有未滿18歲兒童的色情照片或影像 將儲一年以下圖形或100萬日元 約25萬元台幣以下罰款 該發15日正式施行 前一天他的社掙扎從Lamazon等網絡和實體書店消失 從此感受 李衛11歲以小毛特而滋滋入行 15歲演出電影《我們的七日戰爭》 勇奪日本金像獎新人獎 還出歌唱專輯、廣告排隊上門 成為隻手可譯的全方位偶像 日本政府於90年代開放裸露第三點禁令 隔年之名攝影師小山紀信在美國為李衛拍傳 《裸露無寫真》 當地報紙發號外消息曝光當天下午 日本各報社甚至發行號外大幅報導 上市後大賣155萬本 輝煌紀錄至今沒人能破 港台盜版賣得客客叫 帶動玉女拍攝掙扎 當時除了照片赤道 李衛的年齡也引發爭議 日本兒童悉情禁止發張兒童定義為未滿18歲者 Santafel上市時 李衛雖以18歲 但業界人士透露 照片是他17歲10個月時拍的 出版社稱目付傳依據大前天上路的修正法條 無論持有或販賣兒童裸照都違法 出版Santafel的招逆出版社急忙闢稱 本社一本付傳都沒留 等於證實李衛拍攝時未滿18歲 算起來Santafel寫真集已是上世紀的產物 但日本周刊現代指出 修正法條施行後 持有Santafel的百萬名讀者傳都成為潛在調查 對象 若被查獲 即使已不知被拍攝者未滿18歲變波 也無法脫罪 日本律師.com 網站建議 消委持有密是最好的解決方式